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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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ES123求知王指出台湾青年劳工除了连续三年面对新冠疫情变数 还遭遇当下通胀困境 财务状况恶化 甚至需要纾困 台湾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教授程之曰认为 通货膨胀 低薪 高房价的社会环境下 青年若没有父母的财务支援 很容易陷入清贫族 穷忙世代的恶性循环 所得若只能勉强自己过生活 即使正逢婚育的黄金岁月 青年亦有不婚不遇念头 对低生育率的台湾无疑是雪上加霜 欢迎回来 岛内年轻人为何沦为穷忙世代 我们今天将会和北京台北两地嘉宾一同来讨论 岛内年轻上班族群当中零存足的比例上升 而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喊出了支持年轻朋友 基本工资连续七年调升 我们来连线台北线上的张有华老师 究竟是什么吃掉了年轻人的存款 相应的没有存款 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 加重了岛内年轻人的痛苦指数呢 的确 这个问题现在在台湾非常严重 严重到任何人都解决不了 为什么我想任何人解决不了 第一个台湾经济是有成长 但是台湾经济的成长 所得没有增加的真正的关键 是在于产业 因为台湾的产业 只有电子业是一枝独锈 那造成了所谓的 所有的一二三类产业 只有电子业非常发达 那电子业成为了科技新贵 那一般来讲 传统产业跟服务业 现在传统产业也外移 那只有剩下服务业 所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 你来看的话 那服务业毕竟它门槛低 那薪水也不高 那刚刚好是符合一般所谓年轻人就业 刚刚出来就业的一些状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纵然经济有所提升 经济成长率你有所提升 但是都到科技新贵 都到老板那边去了 那年轻人的低薪 你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现在台湾非常麻烦的 就是说 一个低薪时代的来临 除了高通膨 经济衰微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说 很多人都愿意 趋就于门槛较低的服务业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它产业结构不调整 任何人都解决不了 年轻人就业的困境 谢谢您 在每月财务状况的调查中 岛内年轻上班族的财务状况 呈现恶化趋势 甚至有的人是需要纾困的 所以我们想请教 北京的王峰收老师 这种现象 对于岛内消费市场的冲击有多大 短期内得到改善的可能性高吗 这个岛内的青年上班族 尚且是月光族 那么失业青年自然是需要被纾困的对象了 那从某种意义上说 岛内青年现在已经普遍的不具备 任何小确幸的物质基础和时空条件了 而小确幸这个流行语 上流行了还不到短短的十年 也就是说这不到这十年之内 实际上岛内青年的处境已经触底 而且还在深不见底的下探之中 那这期间主要就是蔡英文执政者七年 因此民党当局无论如何是无法把锅甩出去的 那么回到收入本身看 岛内青年的这个平均收入 不仅落后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 其收入数字近20年实至没有任何增长 而其购买力更是远低于20年前 因为房价和物价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也就是说岛内青年努力工作 也依然面临着逐年收入实质缩水的局面 要知道岛内统计部门 这个统计青年劳工是说是从15岁到39岁 这本来是岛内最主力的劳重的群体 也是负担最重的时代 本来他们是可以说消费需求是最旺盛的 既要满足成家立业的各种的家庭需要 也要满足青年人自己的个性需求 而这个时代的集体沉沦 虽然就意味着岛内的内需市场 已经逐渐的崩盘 岛内青年群体的收入逐渐走低 自然就会带来消费降级 而消费降级不仅意味着消费总量的下降 还意味着消费质量的下降 这对岛内的产业升级是极为不利的 相当于失去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而仅靠外需是无法维持一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行的 同时这个消费的萎缩 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那首先商业服务也会失去更多的顾客 而面向消费市场的制造业 直接就会失去客户 而又面向生产的上游产业 又会失去下游的需求 这就会导致百业萧条和失业率激增 这更会让本已是弱势群体的青年劳工 进一步失去收入甚至失去工作 乃至最后失去的是希望和未来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 也会不断地积蓄社会动荡的负面能量 到时候恐怕就是一场系统性的危机 而民党当局将首当其冲 是的 通过了您的分析 它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 就首先是没有钱 它就无法带动消费 没有消费 经济也不可能再上去 那么财务恶化的压力 再加上岛内经济复苏的缓慢 岛内年轻族群的心态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是否也已然地衍生出了 许多社会层面的问题呢 我们来请教张友华老师 想听听看您在岛内的观察 其实现在台湾年轻人 他面对的三个困境 第一个 就业困境的低性问题 第二个 他不敢面对未来 除了不敢面对未来 对于未来他发展的方向 他也搞不清楚 换句话说就是迷航了 那第三个是非常严重 在高房价 高通膨 产业空洞 财务恶化的情况之下 他们几乎对于所谓未来的工作的储存能量 他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年轻人 他现在对于就业 他宁可去打工 或者宁可是做一个临时的就业 他不希望做一个长久的就业 这个就是说那你导致了 整个台湾在社会福利发展方面 你尤其对年轻人照顾的最少 那一方面是这一方面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你财政恶化 你所有的年金的改革 你都是削弱了老人家的经济实力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说你年轻人 一方面因为财政恶化 他要开始透支 所谓透支的话 就是台湾举债的上限 由下一代的年轻人来承担 那第二个就是你老年人的经济紧缩 除了一部分钱要给年轻人以外 那这些年轻人回报给老年人的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换句话说 整个的台湾 当你产业财政经济就业 还有相关的所谓的社会福利措施 都不及于年轻人的时候 少指化 然后就业迟缓 那最重要的 他们就是宁可去打工 也不愿意做一个长久的工作 你长久发展的结果对于台湾的社会会形成一种重创 那这种重创 尤其是蔡英文从执政到现在 他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他完全偏向单一产业 当他偏向单一产业的时候 就印证了他要牺牲这些年轻人的未来 确实 其实我们分析了很多社会的成因 可是民进党当局能拖得了责任吗 近年来 岛内月光族 邻存族的人数是越来越多 岛内民众生活越来越艰辛 同时还要面临着万物起涨的压力 然而以目前民进党当局的施政来看 普发现金 在改善民生上只能说算得上是杯水车薪 我们想要请教王峰收老师的是 保障民生为何屡屡成了民进党的施政破口呢 即便是到现在 岛内依然有很多民众并没有领到现金 一方面是民党当局制定的流程 一如既往的繁琐和反人性 很不方便 那另一方面 六千元新台币 虽然当零花钱是不少 但拿来做正事怎么都不够 那很多人干脆就不去领了 因此说来说去 这个所谓的普发现金 它不光是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好劳民伤财 那保障民生 对于民党来说 确实是一道大考 而执政的民党当局 确实是相当的不合格 而原因就在于 民党做错了三件事 第一个是该改的不改 不该改呢 非要去改 比如说民党坚持不改 所谓的台独路线 这就导致 连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原来美好的这种良好态势 戛然而止 那岛内就直接失去了 和平 安全 交流 和融合的红利 直接就把这个经济 景气周期 就改成了经济衰退周期 那这种情况怎么会好 那第二个 该保障的 没有保障 但不该保障的 就硬上 岛内最需要保障的 就是最基本的 劳动的保障 结果现在的劳保基金 已经大面积亏空 完全靠财政补贴 才能维持 这直接就让青年人 失去了未来的信心 那么现在却 直接硬搞 所谓的生育补贴 那么就业都成问题 那家庭从何而来 第三一个 该投资的不投资 不该投资呢 偏要浪费财政 岛内最需要的 就是人才 这又需要投资教育 但是现在 在民党执政周期内 岛内的高校 他们今朝的老师 绝大多数 却是所谓的临时工 没有任何制度保障 却要承担高压的工作 导致岛内的这个教育 频频爆雷 可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青年人就已经完全 对未来丧失信心了 怎么还敢生孩子呢 那这种情况下 他最不需要搞的 恰恰是所谓的 打着全民防卫的名义 去搞所谓的 这个民间训练 而老百姓 最需要的是工作 而最不需要的是打仗 但是民党当局 偏偏就是要 抢民所难 要夺民之爱 却要打着这个 打着这个 所谓的民间动员旗号 不还是最后要搞 这种绑装 故装 政治动员那一套吗 刚愎自用 撕心作祟 可谓是形容 民党最精准的八个字 这种情况下 民生屡屡成为破口 这难道不正常吗 不过呢 生命啊 总是会自己寻找出路 被岛内闷经济 也可以说挤压的近乎于 失去希望的台湾青年 正在大踏步的向西 去寻求机遇 而大陆对台青的吸引力 和保障力度 实际上塑造了 台青新的生长空间 两岸一家亲 大陆蓬勃发展 对台优惠保障 这三重优势 让台湾青年 找到最好的发展空间 那事实证明呢 两岸的融合发展 会让台青 重新插上 追逐梦想的翅膀 谢谢您的分析 对于民进党当局 吹嘘的拼经济 在一串串真实的数据面前 岛内民众是越来越无感 而民进党当局 带来的负面情绪 已经蔓延到了方方面面 经济领域是如此 动物保护领域也是如此 我们稍事休息 下节回来之后接着聊 历经十八天大逃亡 终被枪杀 一只东非沸沸 引发岛内新罗生门话题 百拍沸沸鞠躬献花 台官员哀哄 作秀太离谱 台湾地区动物保育的能力 真的只能全靠演技 两岸直行正在关注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两岸直行 十八天的逃亡 足迹于四十公里 最后惨遭枪杀 近期一只沸沸连续多日 登上了台湾新闻的热榜 成为岛内各界关注焦点 来看报道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一只东非沸沸 在桃园历经十八天 四十公里大逃亡后 近日在一处民宅内 中枪落网 汇料却是惨死猎枪之下 但因相关单位各说各话 导致整起追捕事件 演变成枪杀沸沸 罗生门案 据悉该沸沸遭猎人 枪击死亡后 该名猎人自称是 台林物局新竹林区管理处的 合法猎人 自称早前接获新竹农业处询问 可否加入围捕后 随后自行加入搜捕 但桃园市政府 及新竹县政府 均否认此事 台湾野生动物学会理事长 裴佳琪指出 从沸沸的行为模式分析 应是人为饲养许久 但为何这段期间找不到主人 甚至无法掌握区域内 有多少人养沸沸 很明显 光是登记就有很大管理漏洞 更讽刺的是 桃园市农业局专委 卢基叶等官员 在捕获沸沸后 第一时间未检查沸沸生命争相 反而争相摆拍 浑然不知沸沸早已受枪伤 而在沸沸尸体 装箱送离桃园洞宝处时 桃园市农业局局长陈冠义 在乡上摆一束鲜花 率队鞠躬制翼 在目送离开 如此反差的行为 遭到岛内舆论批作秀 伪善 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 也在社交媒体上直言 多么令人讽刺的画面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指出 这起动物大逃亡 让人回忆起2020年9月发生的 台北市立动物园 食蚁兽脱逃事件 90天后才被平安巡回 两个月后 该园再度发生 石虎失踪事件 17天后巡回 加上此次沸沸被误杀事件 专家批评台湾动物保育 相关能力有待加强 目前抓捕现场 拿出手机自拍的 卢继夜请辞获准 局长陈冠义自行处分 台监察部门三名官员表示 将申请调查 对于沸沸被误杀仪式 猎人 新竹 农业处等各执一词 我们想请教台北的张友华老师 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 这十几天大张旗鼓的行动 为何最终会演变成 误杀罗声门呢 其实这支东非的沸沸 坦白来说 它逃亡18天 第一天台湾人民 还是非常的惊恐 认为说这支东非的沸沸 它到底会不会去伤害人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对于沸沸的生态 不太了解 那六福春他又说谎 那更重要的 这个是台湾第一起事件 那这个沸沸逃亡了18天 各位仔细去看 第一个 它没有伤害人 第二个 它没有去破坏农作物 那你第三个 它反而呢 是往偏乡去走 它没有进入到新竹也好 桃园的市区里面 它都往偏乡走 那换句话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台湾老百姓认为 沸沸既然没有伤人 他也没有破坏农作物 他也没有做任何的 出格的动作 那台湾的老百姓 就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感情 当他产生一定的感情以后 各位去看 这次去围捕沸沸的 大概是五个单位 而且是跨县市的 又有新竹的 又有桃园的 又有兽医 又有猎人 又有冻宝处 又有农业局 还有林务局的 那换句话说 这一支沸沸到底怎么出来的 截至目前为止 大家通通不知道 那第二个 去围捕这些人的 根本不了解 被沸的习性 那你第三个 还是认定会 他会伤人 但是他18天 没有伤害一个人 所以他第一枪 是麻醉枪 第一枪就是由新竹市的某人 那现在有人讲兽医 有人讲是官员 现在仍然在调查 他第一枪他就开枪 开枪原来是打他屁股 那现在呢 问题来了 就第二枪 就是麻醉枪 那第二枪麻醉枪 经过解破 这种枪伤 好 这种枪伤 是不是被沸致死的原因 截至目前为止 还不清楚 但是 有证据显示 是打麻醉枪 所导致的一个后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讲 就是说各方在推卸责任 一方面你六福生说谎 另外一方面 那新竹 新竹县政府 农业局 他根本搞不清楚 这是沸沸 到底怎么出去的 那第三个 真正重要的 他致死的原因 究竟是枪伤 还是麻醉枪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人知道 但是这18天 因为他没有伤害人 导致 导致 冥厌沸腾的原因 为什么 他没有伤害人 那你居然枪杀他 那当然 台湾老百姓是不会接受 从这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对于动物的尊重 还有待加强 谢谢 相信刚才有看到 一只活泼可爱的沸沸 却被装在了一个 狭小的笼子当中的 这个画面 的确是非常让人揪心的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个评论 是台湾联合报发表了文章说 东飞沸沸名列宝玉动物 没想到竟然死于 了埋伏猎人之手 却不知是谁下令 沸沸不知从何而来 也死得不明不白 更可恶的是 沸沸死后还有许多人 见烈欣喜 台湾走私动物猖獗 全台关注沸沸行踪及由来 唯独主管的台农业部门 视若无睹 就想问了 为什么应该负责的台农业主管部门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 似乎就隐身了呢 我们来连线 北京的王丰收老师 这次不幸的东飞沸沸被杀事件 只是岛内动物走私泛滥的一个缩影 而动物走私泛滥呢 恰恰是台湾岛内外多重因素所导致的 首先呢 这肯定说明了岛内是有需求的 这说明了很多人基于猎奇 或说牟利的心思 买卖这些非法走私的物种 然后丝毫不顾忌 动物该有的权利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其次呢 岛内这个动物走私贸易非常猖獗 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以至于台当局对其毫无所知 相关的数据完全不知道 那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台当局的这个动物保护机制 管理基本上哪怕不是形同虚设 也已经到了助纣为虐的程度 那这次非非究竟是死于私人之手 还是官方授意啊 虽然是目前难以查清 但是台当局难辞其咎 属于这个业务主管部门的台农业部门 之所以不出头呢 当然是不想惹麻烦 成为重视之地 现在该部门负责人陈吉仲啊 目前因为鸡蛋危机 麻烦缠身 显然又不想掉到另一个舆论陷屋里去 再说呢 岛内的动物保护啊 本来就是另出多门 实在不能只算在台农业主管部门身上 比如说台海关部门 他就没有把好打击走私 动物走私的这个第一道关 而警政部门呢 迄今为止没有设立好啊 专门进行动物保护的执法队伍 而卫福部门呢恰恰也没有做好相关的动物福利的这个保护 而教育部门的相关的这个动保教育 显然也没有他树立这个工序良俗 因此呢 民党当局在动物保护方面是系统性的不作为 所以说台农业主管部门 他不愿意出来出头背锅 完全可以理解 尽管显得更加不可原谅 而动物保护呢 是一个进步的事业 里面折射的是人性的高度和治理的能力 然而免当局没有做好相关立法 导致现在的所谓的惩治走私条例 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相关法规 对一般动物走私啊 仅罚一万到五万新台币 那相较庞大的这个走私利益 完全不成比例 与其说是在打击走私 还不是说是以合法来掩饰非法 让非法走私更加肆无忌惮 另外呢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也是一个顾及 根据现有的一个数据 2018年到2020年 岛内通报的虐待动物事件 就有6462件 但最后依法处罚的却只有161件 到最后的定罪率只有2.5% 那就反映出 岛内台湾的这个动物保护机制 过于柔弱 就像舌头 没有这个执法部门这个牙齿来保护一样 完全形同虚设 那现在台农业主管部门 直接选择隐身 实际上只是证明了 民党当局面对岛内动物走私的这个乱象 继续不作为 而且继续不想作为罢了 谢谢 我们还有关注到几个细节 在捕获非非之后 农业局官员第一时间 未检查非非生命真相 反而是争先摆拍 隔天 非非的尸体要装箱送离桃源 动保处时 桃源市农业局局长 又是献花鞠躬 非非是属于保育类野生动物 却在被误杀之后成了相关官员作秀的工具 我们想请教台北的张有华老师 即使民进党当局此前一直在承诺要加强动物保育措施 可这次的事件当中体现出来他们对生命如此缺乏尊重 那么是否荒谬事件不断重演也是不足为奇的了 其实荒谬事件在于农委会下面的林务局 按照规定林务局也好 新竹县政府桃源市政府 他们每隔半年 依照法令规定的话 他要去清点非非的数量 但是现在非非的数量 六福村讲是197支 但是清点到250支 那他又讲 就是说六福村现在他又在讲 就是说因为他有劫杂 但是问题来了 你有了劫杂怎么会有250多支 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些保育类的动物 如果那你发现你要用麻醉以后 他要放入晶片 以利于未来的追踪 但是这支东非的沸沸 他没有晶片 那换句话说 台湾的林务局 他根本是失能失控 他就是不管这一些 那农委会是干嘛 农委会现在为了鸡蛋的事情 天天焦头烂额 他怎么可能会管到沸沸的问题 所以再加上他不了解动物的习性 那才有猎人的出现 而不是兽医 过去围捕都是以兽医为主 但是没有想到是以猎人为主 为什么因为他们怕这支东非沸沸 他会伤害老弱妇孺 或者会伤害儿童 就是这种错误的观念 他进行的射杀 当然是不是射杀致死的原因 还带查 那最后我们就必须要讲 就是整个官员他作秀 从林务局 从六福村 从兽医 从农业局 从冻宝处 全部都在作秀 在作秀之余 当然要去关注一下责任 该由谁来承担 在事后 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英称 从费费被误杀事件 可以看出国民党执政现实 荒腔走板 我们想请教北京王丰收老师 费费被误杀死亡 如今已经陷入到了 所谓的罗生门 但是民进党这么直接的 定性和指责 用意何在 这个费费本身出事呢 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悲剧 但民进党却把它变成了 一个无人之身事外的闹剧 本来就是费费不该入党 不该放生 不该死于非命 这三个不该 才是民党当局 最该反思和整改的环节 但他的嘴中 现在却变成了 国民党不该在桃园执政 他执政后 不该任命这些主事官员 而这些官员 不该摆拍引发非议 这个三个不该的内容 就被置换之后 板子就完全打在了 国民党身上 但要知道 这是一次跨现实的费费追捕 但凡是跨现实 自然是全台性的事 那自然就是民党当局的事 他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而民党当民进党的 速来作风是 遇事不决 则蓝绿对决 如果自己做的不对 那么至少要保证 自己的基本盘 站在自己一边 如果蓝绿都不对 那么就要完全甩锅给蓝银 如果蓝银做对了 那么就不能让蓝银 完全的去享有胜利成果 这就是民党 最习惯用的三板斧 虽然这种摆烂的姿势 可以说恶化了岛内的风气 但却让民党总是能够混水摸鱼 甚至屡屡其死回生 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可以说废废出事 那民党就要先把蓝银拉下水 这样即便是有民意指责 那么也是各打三十大板 对于执政的民党而言 可以说相当于没受伤 甚至于还赚了 因为毕竟在台下的国民党 实力更弱一些 他自然受伤也就更重一些 但是回到事实本身 因为动物保护应该是岛内各界 都需要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事 而最大的责任方 当然就是台当局 那民党如果不想负责 自动下台就是 又要现实自己负责 又要蓝银完全背锅 那么要你做什么 今天节目 我们谢谢二位嘉宾带来的解读 从台湾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穷困 到野生动物被离奇误杀 民进党当局离无情无能 似乎并不多远了 所谓的拼经济 拼民生保护动物 如今在大多数台湾民众看来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 美丽且容易戳破的外包装 今日精致的包装 会否变成明日狼狈的退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收看 明天见